虽然复联4已经上映4年之久 但直到今天我才算彻底弄清楚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归还宝石的队长可以停留在过去与卡特长相厮守 而没有对未来产生任何影响 首先咱们都清楚 归还宝石的任务之所以交给队长 是因为他足够靠谱 可这个看似靠谱的男人却冒险做了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随着绿博士的倒计时结束 队长并没有按照约定计划回来 而是像托尼对他说的那样去享受了那一段逝去的时光 有意思的是 这样一来在过去的所有时间分支里都同时存在有两个美队 一个是经历过所有事件的美队 一个是正在经历的美队 奇怪的点来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当附连众人造出穿越机的第一天就制定了规则 不能穿越回去之后造成任何影响 以免发生更为严重的现实危机 问题就在这 为何回到过去生活了几十年的美队没影响到主宇宙的未来 实际上不可能没有影响 而是队长把这一切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都在他的可控范围 也可以理解为 可控范围的影响不算影响 而做出降低影响的人不只有队长 还有卡特 最好的证明就是当主宇宙队长穿越回去时 格外一层透明玻璃他都选择性失明 要知道卡特好歹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顶级特工 难道一层玻璃真的就蒙住了他的眼睛 事实就是卡特正在按照家里那位队长的要求 让历史走在正轨之上 其次 在美队二电影里 当时咱们都知道了卡特队长已经有了家庭 可镜头之中只有他和孩子们的合影 并没有展现他丈夫的容貌 现在咱们知道了 因为他的丈夫正是回去的队长 他知道今天那个解除冰封的自己会来看望卡特 所以才抹除掉了有关自己的所有痕迹 当小美队穿越过去 他最终才敢现身将盾牌交给猎鹰 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 但不得不说 队长这一做法真的十分自私 几十年的时间万一泄露秘密 又或者遇到某种不可抗力半路死 不但完不成最后交接盾牌的闭门 严重的还将整个现实世界拉下了水 前面就变成吧